南海上的两个重要岛屿 东沙岛和太平岛的情况 这两个岛都是我国台湾省实际管理 东沙岛位于南海最北端的东沙群岛 是东沙群岛中唯一的岛屿 太平岛位于南沙群岛 它处在南沙群岛的中心位置 首先我们下方视角来到太平岛 太平岛距离台湾岛有将近1400公里 可以看到整个岛长1.39公里 宽0.38公里 面积达到0.43平方公里 它是南沙最大的自然岛 曾经的南沙第一大岛 岛的中间建有机场 它的跑道规格不算太高 只有1.2公里 可以起降小型飞机 跑道旁边还有一些太阳能发电板 目前太阳能发电占到岛上总用电量的将近五分之一 其余都是发电机发电 太平岛上自有淡水资源 有多口水井 主要供饮用和生活用水 整个岛上的设施还是比较便利的 有办公楼 医院 发电厂 气象观测站 邮局等设施 目前岛上还没有正式的公路 主要有环岛的步道 其自行车可以通行 岛上的人员以助手和研究人员为主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东沙岛这边 东沙岛距离台湾岛更近一些 距离将近有400多公里 这里是东沙环礁 它是一个环状胶盘 长宽均接近25公里 胶盘内部水域面积非常大 达到300多平方公里 中间的水深有0.6至17米 但大多数地方都不超过5米 整个未来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 整个东沙环礁中 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 就是西部的东沙岛 我们放大来看一看 东沙岛四周是陆地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细湖 整个岛长2.8公里 最宽处0.87公里 陆地面积1.8平方公里 岛在北部也建有机场 它的跑道有1.7公里 比太平岛上的跑道长0.5公里 但也是一个小型机场 有往返台湾的 军用和民航飞机 主要的生活区域集中在东侧 这里基础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办公区 图书馆 大王庙 观测站 发电厂 气象站等一应俱全 我们再把视线缩回来 看一下这两个岛的相对位置 东沙岛距离珠江口约400公里 距离香港约320公里 距离汕尾是250公里 可以看到离大陆非常近 它距离高雄市420公里 距离菲律宾旅宋岛最北端400多公里 整体处在珠三角台湾岛和 旅宋岛的中间位置 直面三大海峡 是我国船只进出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 进入太平洋航线的咽喉位置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而太平岛也是南沙的一块风水宝地 它处在南海航线的关键位置 西距三沙市南沙区驻地 永属岛180公里 北距主臂礁68公里 东南距美济礁130公里 目前这三个岛上我国均建有机场 建的也很不错 总体来看 两个岛屿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岛上的自然条件也都很不错 这两个岛